立法會連續兩天審議政改方案決議案 在中午進行表決 最後決議案未能獲得三分之二議員支持通過 結束長達20個月的政改爭議 在表決階段更出現戲劇性的結果 表明會投支持票的建制派議員 在表決的鐘聲響起之後集體離場 結果在泛民沒有轉態的情況之下 以28票反對、8票支持方案被否決 行政長官林鄭英就說對結果感到極度失望 又說未來兩年會集中處理民心問題 我們先看看立法會表決政改方案時候的情況 立法會經過9個多小時審議 到了中午左右 已經有41個議員發言 隨即進入表決階段 負責今次政改工作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總結發言那時一度感觸 說推動政改過程在公務生涯中最艱難 但她無愧於心 回望過去20個月 即使專責小組的工作並非十全十美 即使我們三人的表現並非無懈可擊 對於三人小組的評價 我確信公道自在人心 我因為政改方案將會被否決 而感到痛心失望 我無法預知香港的民主發展 甚麼時候才可以重新上路 她又說政改爭議已經到了尾聲 期望社會重新出發 反省過去20個月在香港發生的事 思考香港未來的方向 在今日之後 我們應該放下分歧 重新出發 政府總結發言後 以安隨即表決 現在付諸表決 在記名表決的五分鐘內 經民聯的林建峰突然要求休會 主席我們可不可以要求休會15分鐘 我們想再討論一下 主席曾玉成就說要求不合乎規則 但民建聯的葉國謙就率先起身 幾十個建制派議員跟隨離場 為長達20個月的政改爭議 畫上句號 我們看看投票結果 反對的28人亦早前已表明反對的民主派議員 包括民主黨、公民黨、工黨、新民主同盟 公共專業聯盟、佳工、民協、人民力量和社民聯 以及黃毓民、衛生服務界的李國倫 教育界的葉建源和醫學界的梁家樓 全部都沒有轉體 至於支持那8票就只有自由黨5人 工聯會的陳婉嫻 工業界的林大輝 和保險界的陳健波 其餘的33個建制派議員 離場沒有投票 主席曾玉成也按照慣例沒有投票 建制派在表決期間集體離場 經文聯的林健鋒就說 原意是希望借議會因為人數不足 而要點人數的15分鐘期間 等劉皇發趕回去議事廳投票 對於政改被否決表示遺憾 在記名表決的時候 突然提出休會的林健鋒 解釋是希望給身體不適的 劉皇發趕及投票 但是很不幸有幾位議員 我們溝通上出了一些問題 他們就沒有離開我會議室 所以我都在這裏 跟大家說過對不起 我自己身體美好 所以趕遲了 我自己心裏都很不舒服 對不起 多次強調團結的建制派 對政改被否決表示遺憾 在聯絡方面 做得不太好 因為事情來得比較急 所以在通知上聯絡上不太好 亦都可能有些誤解 以為我們走出去做甚麼 所以出現這個問題 我自己都有責任 我們以為我們全部四天人出去 不夠人就可以把投票的鐘響多15分鐘 他們怎麼傳這個消息 我是跟民建聯 因為他們是建制派黨邊 投資持票的只有八個議員 包括陳建邦 陳婉嫻 林大輝 以及五個自由黨成員 你是最忠實的 你好爺 你是最忠實的 是最忠實的 沒錯 你說得 這件事情 也都沒有人預宣 跟我們打過任何招呼 或者有任何溝通 說會不然間有這樣的行動 所以這個決定也是臨時的 但我都覺得我們臨時的決定是對的 每一個議員應該是根據自己的決定去投票 不是等誰來等誰不來去投票 立法會主席曾玉成 對政改被否決表示遺憾 認為香港的管治問題難以解決 對於中央政府 對香港的信心 一定也會有影響 對於中央政府 和香港的反對派的溝通 當然也會造成一個新的障礙 他寄望香港人以務實的精神 應付未來的挑戰 27個泛民議員 和醫學界議員梁家樓 在最後一刻全部都沒有轉體 投反對票 泛民泛合會召集人梁家傑 在會後說 否決政改方案 並不代表民主運動終結 仍然會以爭取真普選為目標 露出葉報導 梁家傑說泛民否決方案 拒絕待著先 是要向中央表達 香港人希望有真正的普選 又呼籲政府儘快重啟五步曲 今天的否決 是幫香港人向中央政府 發了一個很清楚的訊息 香港人是未忘初衷 我們要真選擇 真普選 今天也都斷斷不是民主運動的終結 相反 今天是民主運動新一波的開展的日子 一個偽方案 在議會裏得到幾票的支持 所以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 是要盡快 盡快重啟成的程序 令到香港市民可以盡快落實真正的普選 而人民力量的陳偉業認為 多個建制派議員在表決的時候離場 是希望拖延時間 所以他們是想令到劉會而不能夠投票 而將投票拖延到下個星期 可能令到四至五個泛民再有機會轉態 所以是一個很骯髒和很無恥的行為 他又說建制派解釋 離場是因為要等經民聯的劉王法 回到會議廳投票 說法荒謬 亞洲電視記者盧卓耀布特 行政長官梁振英對政改被否決 表示極度失望 又說餘下兩年的任期 會集中發展經濟和民生 大部分建制派議員集體離場 沒有就政改方案投贊成票 梁振英說 對建制派支持政改沒有任何懷疑 不過對於方案未能通過就感到失望 行政長官普選的目標落空 立法會普選的時間表就更無從雪起 求反對票的議員殺停了香港的民主進程 因此今天的投票結果 是令我特區政府和廣大的香港市民 感到極度失望的 梁振英說 餘下兩年的任期 將會集中發展經濟民生 我們要放下爭拷 以理性、務實的態度排除成見 在各個社會、經濟和民生的議題上 凝聚共識、共同為香港的前途努力 未來兩年 特區政府會自力做好各項政策工作 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梁振英又被問到 政改未能通過會否影響連任 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 是沒有任何個人的考慮 亦都沒有考慮到 我本人在2017年是否參選這個問題 他又回應是否需要為政改被否決負責 他說過去的努力有目同睹 政改方案在立法會被否決 在立法會大樓外 收睇議會直播市民反應都很不同 反對方案的市民表現興奮 相反支持方案的團體就感到失望 江川報導 政改方案否決之後 反對方案的市民振備歡呼 否決了這個方案是天經地熱的 因為香港人是不接受一個假暴署的方案 所以感到很開心 我們需要的 一直去都知道的 就是一個公民平安 但他現在只是叫我們做投票機器 而支持的團體就對方案被否決感到失望 揚然要否決政改的議員 在下一屆立法會選舉票債票償 多位建制派的議員在表決前的一刻離開會議廳沒有投票 他們的支持者認為要檢討 而立法會就取消了黃色警示 議員和記者進入立法會大樓不用再進行安檢 後群的警員也已經撤離 亞洲電視記者江川報導